陈坚随大公子一起出去了 要是云叔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向他交代 宋辉满头大汉的跑来禀报 官家 人物只抓到了两个 这活把的是练家子 而且身手不错 精工有其好 跑得飞快 人哪 让兄弟们看着了 不敢耐心那远来 怕找了夫人 做得好 将人看掩饰了 等大公子回来再说 是 宋辉想起刚才进来时 看到外面端着各种大盆小盆的老百姓 虽然他也恼他们的愚昧无知 可看到他们那么做 又有些心软了 最近靠近院墙的地方也起了火 可能是火把没能丢得进来 落在那里 我们没顾得上 是百姓帮着浇灭的 怕是将家里的一点点水都用了 马百恨的咬牙 伤人的是他们 可最终 依着本心来帮忙的 也是他们 这让圣怒中的小姐怎么办 你和大家说一声 今晚都去地下河给我挑水去 明天歇一日 都不要去开铺了 顿了顿 马百说了实情 明书动了胎气 东飞说可能会早产 多准备些水 总没错 记得将大公子的首令 带在身上 要是遇着巡夜的士兵 别客气 借他们的人做事 宋辉愣了愣 盲问 明书姑娘动了胎气 看到马百点头 宋辉骂出了声 这帮天杀的 要是让我知道 是谁胳膊肘往外拐 居然来对付小姐 我一定敲催她脑袋 如果是一般百姓 小姐可能还没有办法 只能忍下这口气 可既然和武林扯上了关系 就绝不能轻易接过去 这些年 小姐做了多少 我们都知道 没落下好不说 还被自己人给反咬了一口 小姐定会要个说法的 暂且不说这些 你先去忙整事 是 宋辉抹了把脸 转身去召集人手挑水 关崖有一口古井 以往从不用为水发愁 就是汉情厉害的这两年 都撑了下来 可今天晚上 耗水太多 井已经进底了 仅剩一点浊水 要等水再进出来 至可用的地步 恐怕得等上些时日了 马百来到产房外面 敲了敲门 秋井开门出来 夫人可还好 秋井微微摇头 正想说什么 就听到里面 传来小姐的声音 马百 人抓到了没有 马百看了秋井一眼 回话道 抓到两个 跑了几个暂时不清楚 话如初皱眉 将孩子并排放好在床上 扯了外衣 披在身上 走到门后面问 是林家子 是 马百 已经有一些时日 没见着人了 此时 听着声音 就在门后 不由的 放柔了声音 道 这事 怕是和武林中人有关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希望能将 跑了的人都抓到 不是已经抓到了两个 跑了的不用理会 跑得两和尚 跑不了妙 我倒想知道 是谁在背后倒鬼 话如初冷笑 哼 这可真是有意思 居然还和武林扯上了关系 是不是我待他们太好了 让他们以为我真是菩萨 被他们打了脸 我还得笑着说不疼 夫人莫急 既然知道背后有人指使 就不怕查不出来 马百温声安慰 云术那里 有东飞和江大夫 你也不必犹心 您的双胎上能无恙 云术的身体底子好 也一定不会有事 这一时半会儿的 也不会有动静 您先歇一歇 免得坏了身子骨 我如何能睡得着 话如初叹了口气 闹痛了一晚上 大家都辛苦了 你将人分成两班轮值 都要提高警惕 不能再出事 这事是我思虑不周 没有防住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以你的性子 怕是早就做好了 充足的准备 只是谁能想到 对方会采用如此方法 换成我也防不住的 行了 你去做安排吧 每隔一段时间就派个人 来我这里 禀报云术的情况 是 在马百离开前 丘锦迅速动了动嘴唇 无声地道 去找江大夫 小姐头疼 马百脸色变了变 点头记下 大步离开 他们千房万房 就是想让小姐做好了月子 免得落下病根 可这一晚上 就让他们前功尽弃了 丘锦进屋 看小姐坐在桌边 也不再劝 却拿了个软垫 放到小姐坐的椅子上 才又扶着她坐下去 转身 又去泡梨盒草茶 我很担心女叔 丘锦动作一顿 仿佛没受一点影响般 泡了茶 端过来 放下茶杯 手背在身后 紧握着拳手 才泄露出 她心底有着同样的担忧 嘴里 却还在安慰 面有优色的小姐 云淑姐姐身体好得不得了 我听老人说 七活八死 可是您看 您的胎儿 明明还不到九个月 少爷和小姐 不也好得很吗 云淑姐姐的 就更不用担心了 这不一样 话如初微微摇头 却没有再多说 这个说法 她也听说过 可云淑 这明明是受了 惊吓才动得太起 最是容易出事 陈谦回来 还不知道会怎么个着急法 等待 最是心焦 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华如初竖起了耳朵 秋季忙走到门边 三丫头 是我 一听是江伯的声音 华如初忙起身 江伯 这时候你怎么过来了 江宣不回话 只是问 我现在进来合适吗 秋季侍候着 将她搭在身上的外衣穿好 摆弄了一下头发 看着也不算失了以后 扶着小姐退后几步 才将门打开 产房污秽 您进来干什么 做大夫的 哪能实时顾及这些 这些时日 不过是看你这里 没什么事 我才依着规矩 没来看你 我是你的长辈 你爹娘不在 我就得好好看着你 只要你能无恙 文姑爷也不会计较这些的 江萱自顾自到八角桌边坐了 看了一眼桌上的梨盒草茶 施以话如初坐到他旁边 伸手 枪薄 江萱瞪他一眼 话如初只得乖乖地将手腕放到桌上 江萱一号脉就知道他情况不太好 脸色就沉了下来 怒伤肝 忧伤肺 你这是想落下病根吗 我控制不住 话如初收回手 往下扯了扯衣袖 遮住手腕低声道 想起这乱糟糟的一夜 江萱终是再说不出责备的话来 换成谁 他都无法心平气和 更何况 花三还是那么个忽短性子 都有人打他儿女的主意了 他要忍得下来才是怪事 我看看孩子 还是出生那日见过的 话如初忙起身 将萍萍抱过来 放到江伯怀里 接过秋锦抱着的安安 送到江伯面前给他看 嗯 比在出生那会儿白净多了 还真是长得一个模样 都像你 男生女相不好 看着儿子和自己如初一辙的眉眼五官 话如初叹息 男生女相的男人太过好看了些 他的儿子又那么好看做什么 男人就该长得像个男人 男生女相主福贵 有何不好 江萱不以为然地看他一眼 孩子好不好 得看做爹娘的怎么教 听那些相识胡说作甚 你还能交出一个妖孽来不成 那可说不准 话如初此时 没有半嘴的心思 轻轻勾着女儿的小手 既不会吵醒他 借着这个小小的力道 又能让自己稍微安心些 你这孩子好带 醒来了也不哭 江萱一低头 就发现平平已经醒了 不由的笑道 他是很乖 从出生起就没怎么哭过 这榜样带得好 暗暗也不怎么哭 又听到脚步声 话如初盲看向秋锦 秋锦会议打开门走了出去 很快又回来 对上小姐期待的眼神 道 东飞说 云书姐姐的羊水已经破了 她和何嬷嬷正准备接生 那云书早先有准备好产房吗 秋锦摇头 没有 谁都没有料到会这么快 东飞和何嬷嬷经验丰富 府里的人又都是准备过一回的 定不会出什么差错 你安心等着就是 话如初还是不太放心 眼巴巴的看向江萱 江伯 您还是去那边坐镇吧 东飞这方面不比我选色 你应该相信他 他虽不会九转金针 但我也另交了他一套 不会一点用都没有 话如初听着 终于稍微安心了些 将孩子交给秋锦 江萱起身 你先照顾好自己 其他的事不用你去担心 江伯 你这是 你不是不放心吗 我去云书那里坐镇 话如初马上挤出个笑脸 辛苦江伯了 江萱没好气的瞪他一眼 摇了摇头 背着手离开 话三这户短的毛病 这辈子怕是都改不了了 热闹喧哗了许久的夜晚 重又回归了平静 只有关崖内院 依旧灯火通明 闻又在外 就闻到了焦味 几乎是用跑的进来 看着明显经过十多 却还是一眼就看得出 烧毁痕迹的院子 脸色冷的 能刮下一层霜来 马柏低头认错 是我的疏忽 闻又没有理他 大步往产房走去 只有确定了妻儿无恙 他才有心思去管其他 一听到有远及近的脚步声 话如初便知道 是阿佑回来了 他的脚步声就像他的人 沉稳 踏实 布子与布子之间 仿佛丈量过一般 可今日 脚步声乱了 话如初知道 就算被欺瞒至此 他也无法真的怪他 看着门被推开 看着他眼里的忧心 变为放心 看着他的表情 从冷凝变得温柔 话如初心里叹了口气 最终 脸上露出一抹 让他安心的笑来 秋锦盲退了出去 不忘将门带上 可有被吓到 还好 生气更多一些 走近 这两人的身体几乎贴上 文佑将人搂进怀里 难难道 我被吓到了 抱着自己的双臂 很有力 话如初回抱着他的腰 心 仿佛终于找到了归属 所有疲惫袭来 身体里的力气 全部卸去 身子软得 要借着他双臂的力道 才能站稳 静静地拥抱了一会儿 话如初才轻声道 云叔动了胎气 陈金可回来了 回来了 松开双臂 文佑将人放开一些 将他的疲惫 看进眼里 道 你去好好歇着 外面的事有我 我担心袁叔 睡不着 你那日生产 足足用了一天 一时半会儿的 听不着什么音讯 别人信不过 东非你还信不过吗 先歇一会儿 要是有消息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说着话 文佑将人拦腰抱起 放上床 视线扫过憨睡的 一双儿女 声音更低柔了几分 就是为了孩子着想 你也要好好接着 话如初不想让阿佑 一边要顾外面的事 一边还要担心她 顺从地闭上眼 想着睡不着 也要让阿佑以为她睡着了 哪想到不过片刻功夫 人真就睡了过去 阿佑给她盖被子 她不知道 亲她沉脚她不知道 看了她好一会儿 她也不知道 只知道 等她惊醒时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了 外面 以事为名 夫人 您醒了 秋锦靠在桌子上打盹 听到动静 忙走了过来 嗯 云叔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嗯 还没有细讯传出 那也好过听到坏消息 华如初接过杯子 喝了几口 又问 那 大公子呢 亲自审问抓到的那两人去了 正说着 文佑就推门进来 看到他坐着 顿时皱起了眉 怎么就醒了 作恶梦吓醒的 有没有问出来 幕后是谁在搞鬼 闻到了 文佑的脸色 有些微妙 于清成 你这么认得这个人 于清成 默念着这个名字 华如初翻遍自己的记忆 也没能找出能对上耗的来 嗯 没印象 什么来路 你的祖母是不是姓鱼 华如初猛的瞪大眼 你是说 那人是这么说的 至于是不是却有此人 可能得去问个岳父才知道 祖父家 人丁不忘 只得爹爹一个儿子 其他唐表亲 和他们家的关系 向来不错 过年过节 时常有走动 可祖母那边的亲戚 他真没什么印象 可就算关系不好 那也是上一辈的事 他要是真想报复 也该去找哥哥才是 怎么就将账 算到他头上来了 还有一件事 文佑坐上床 将他的双手 和拢在手心 紧紧握着 眼神灼灼地望着他 岳父岳母将你藏到岩石 当时的皇上 之所以会知道你的存在 并且下那道圣旨 也是因为有人将你的存在暴露了 这一点上 我得感激他 画如初心惊到有些心凉 你是说 有人和我们家过不去 那人还在我爹娘那边 还是说 那人就是于清城 是于清城 怎么可能 怎么会 画家一直与人为善 对没有任何关系的武林童 道尚且善待 怎么可能对亲戚反目 若真是祖母那边的亲戚 又怎么就盯住他了呢 或者 是他自己无意中得罪了人 而不自知 若真是于清城 他又怎么有那么大本事 和皇位上那位扯上关系 我可以查清楚这件事 文佑抬起他的手 亲了亲 你要不要写信给岳父去问问 想到家中 现在正忙哥哥的婚事 画如初下意识地就想摇头 可想到那个于清城 可能还会对家人不利 咬牙点头 写 现在就写 秋锦 眼光一扫 画如初才发现 秋锦已经不在屋内了 文佑忙按压住他 不让他下床 你说 我来写 在阿佑面前不想逞强 画如初点头 想了想 道 嗯 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挑着能说的写上去就是 最主要 是问清楚祖母那边 是怎么回事 那个于清城 是不是真和画家有仇 若有仇 是谁先对不起谁 不将这事弄清楚了 我心里没底 若是李亏的 是约赴这边 你打算放过于清城 哼 不可能 画如初冷亨 武林规矩 或不及妻儿 若真有仇 他只管去找爹爹报 这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可他在干什么 将我先出来暂且不说 他现在是在挑起民乱 按南朝律法 这样的人该怎么处置 朱九族 哼 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文佑深深地看着他 真的 这时如果鲍宇皇上知道 他家人老小 一个都跑不了 画如初一开视线 看着平平和安安 久久没有说话 他自然做不到这么心狠 就是爹爹知道后 再生气 也不会许他做得这么狠 以爹爹的性子 他会觉得 这是江湖事 该有江湖了 武林有话 一人做是一人当 九族 还是算了 绝户的事 我不能做 就当是给孩子记得了 文佑眼里 浮起点点笑意 就是因为知道 如初肯定狠不起这个心 他才将这事压下来 再要送到皇上的折子里面 他也只打算写 这是因汉情引发的民乱 不会扯到其他方面去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与兰